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一眼相中的歌 他从歌里看到了轩而不得的前妻 1981年 19岁的王杰听女友说她被妈妈打了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肚子变大了 现在正打算报警 王杰沉默片刻决定担起责任 那我娶你吧 最后王杰舅舅掏出一百块钱 让这场在桥洞区般的婚礼看起来更体面了点 后来就去买了两瓶养乐多 买了一个苹果面包 我们就在那边拿那个 哎呀那种叫什么草 反正就当了戒指 婚后的王杰去部队扶兵役 将妻子安排给母亲照料 可她不知道 母亲经常将一群混混连回家跳舞 甚至要求欢迎的儿媳妇在身边陪酒 由于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 妻子生下女儿后就离家出走了 扶完兵役的王杰得知事情经过后 与母亲划进界限 带着女儿搬出家门 为了维持升级 王杰坐过油气功 武航出租车司机 后来凭优越的嗓音踏进歌坛 眼间寻奇多年却还是没有结果 王杰最后只能选择放弃 1987年 王杰意外收到了王亲文创作的 一场游戏一场梦 他透过歌词一下子想到了孩子妈 在他的演唱下 让无数听众瞬间动情 而王杰也在此刻彻底走红内地 你曾被哪首歌的故事打动过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